娱乐八卦一语道破 大家好 小鱼今天又来和大家唠嗑了 王凯松运相风而行第二部要开拍了 据说第二部剧情更加精彩 感情线也会更丰富甜蜜 电视剧相风而行自开播以来 便以其独特的题材和精彩的演绎 引发了广泛关注 剧集聚焦飞行员这一特殊群体 展现了他们在蓝天中追逐梦想的壮丽画卷 由王凯和谭松运领衔主演 这部剧迅速成为热门话题 吸引了众多观众的目光 观众对相风而行的反响普遍积极 许多人被剧中对飞行员职业的深入探讨所吸引 对剧中角色的精彩表现赞不绝口 特别是对王凯和谭松运的演技给予了高度评价 认为他们的表现赋予了角色鲜明的个性 和深刻的情感 社交媒体上 剧集相关的话题频繁出现在热搜榜单 无数粉丝和观众在各大平台讨论剧情走向 分享对角色的见解和感受 剧集中的经典台词和场景 成为热门的分享内容 显示出该剧在观众心中的重要地位 电视剧的收视率和网络点击量也是对其成功的有利证明 此开播以来 相风而行的收视率稳步攀升 多次打破同档期电视剧的记录 网络平台上 剧集的播放量持续增长 评论区活跃 显示出观众对这部作品的极高兴趣 总的来说 相风而行不仅以其精彩的剧情和演技吸引了大量观众 更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主题引发了社会的广泛讨论 这部剧成为了一种文化现象 影响着众多观众的观剧体验和情感生活 相风而行的故事围绕着一群飞行员的生活和工作展开 剧中 顾南亭和程骁作为男女主角 他们的故事现贯穿整部剧集 展现了飞行员这一职业的魅力和挑战 顾南亭是一位经验丰富的飞行员 他在剧中展现出了作为一名飞行员所需的严谨和专业 作为队伍的领导者 他不仅要面对飞行中的各种挑战 还要管理和带领团队成员 确保每一次飞行的安全 程骁则是一位充满激情和勇气的女飞行员 她从货运转到客运 不仅打破了性别的界限 更用自己的实力证明了女性在飞行领域的能力 程骁的性格与顾南亭截然不同 她的冒险精神和不拘小节的态度 为剧集增添了更多的活力和色彩 剧中还有其他飞行员角色 例如由燕子东饰演的宋宋 她在剧中代表了更多普通飞行员的形象 宋宋的角色设定看似平凡 但她在关键时刻展现出的勇气和责任心 使她成为剧集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这些角色的设定不仅丰富了剧情 也展现了飞行员这一职业的多面性 他们在追逐梦想的同时 也要面对职业生涯中的种种挑战和困境 剧集通过这些角色的故事 向观众展示了飞行员的生活不仅是充满激情和冒险 同时也是充满责任和牺牲 王凯饰演的顾南亭 是向风而行中一个极具魅力的角色 顾南亭以其坚定的信念 出色的领导能力和专业的飞行技术 赢得了观众的广泛认可和喜爱 她在剧中的形象是飞行员群体中的佼佼者 代表着职业的顶尖水平 顾南亭的角色复杂而深刻 作为飞行队的领导者 她严格要求自己和团队成员 对飞行安全持有无可妥协的态度 她的严谨和专业 虽然一度让新人感到畏惧 但也逐渐赢得了他们的尊重和信任 王凯对顾南亭这一角色的诠释深入人心 她通过细腻的表演 展现了顾南亭在严肃的外表下的情感世界 在与程霄的相处中 顾南亭逐渐展现出更多的温柔和关怀 让观众看到了这个角色更加立体的一面 在剧情的发展中 顾南亭不仅是一名优秀的飞行员 也成为了其他角色成长和变化的催化剂 她的存在对程霄等角色产生了重要影响 推动了剧情的深入发展 谭松云在《相风而行》中饰演的程霄 是一个充满力量和魅力的角色 作为剧中的女主角 程霄的形象既新颖又充满挑战 她的角色打破了传统剧集中对女性角色的刻板印象 展现了现代女性的独立和强大 在《相风而行》这部剧中 燕子冬扮演的宋宋角色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宋宋这个角色在剧中虽然没有显著的英雄色彩 但燕子冬的精彩演绎却赋予了她独特的魅力 燕子冬以其身后的演技底蕴 成功塑造了一个既平凡又不平凡的飞行员形象 她在剧中的表现既真实又贴近生活 让观众感受到了宋宋角色背后的多层次性格 宋宋的角色在剧中虽然没有太多的戏份 但每次出场都能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她那种看似普通 却又隐藏着坚韧不拔精神的形象 正是许多普通人的真实写照 燕子冬在塑造这个角色时 不仅准确把握了角色的性格特点 还在演绎中加入了自己的理解 使得宋宋这个角色更加丰满和立体 通过燕子冬的演绎 宋宋这个角色不仅仅是一个背景版 更是剧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她的存在不仅为剧情增添了更多的色彩 也为观众提供了更多的思考空间 燕子冬通过细腻的演技 展现了宋宋在飞行员这个职业中的挑战和乐趣 同时也展示了一个普通人 在追求梦想过程中的坚持和努力 《相风》而行自播出以来 就凭借着演员们的精彩表现赢得了观众的一致好评 王凯和谭松韵作为剧中的主要演员 他们的表现尤为引人注目 王凯在剧中饰演的顾南亭 他那种硬汉的形象和铁血的领导风格 深深吸引了观众 而谭松韵则用他细腻的演技 完美诠释了程潇这个角色的坚强和勇敢 除了两位主演外 其他演员的表现也同样出色 燕子东饰演的颂颂 虽然角色设定看似平凡 但他在剧中的表现却是层次分明 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在剧中展现的 平凡人物的不平凡之处 让观众对这个角色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整部剧集的演员们都以其精湛的演技 成功地将角色的情感和故事 完美地呈现给了观众 他们不仅仅是在表演 更是在用心生活着每一个角色 这种真实感和代入感 是观众给予高度评价的主要原因 谭松韵自出道以来 就以其多变的角色和精湛的演技 在影视圈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在相风而行中 谭松韵饰演的程潇 是他演绎生涯中的又一次突破 他不仅在剧中展现了女性的柔情和坚韧 还成功地塑造了一个立体 且有深度的女性角色 谭松韵在不同类型的影视作品中 都能游刃有余地驾驭各种角色 无论是甜美的校园剧 还是深沉的都市剧 他都能准确地把握角色的特点 展现出不同的魅力 在相风而行中 他的表现更是让人眼前一亮 他将承销这个角色的独立 勇敢和敏感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展现了一个新时代女性的形象 谭松韵的演技不断进步 他在角色的选择上 也越来越具有挑战性 他能够根据不同的角色 调整自己的演技风格 这种高度的适应性和演技的多样性 是他成为观众喜爱的演员的重要原因 相风而行中 王凯和谭松韵的合作 可谓是一大看点 他们在剧中的化学反应 为这部剧增添了许多看点 王凯的沉稳与谭松韵的活力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他们在剧中的互动 既有火花也有温情 这种独特的组合 让观众们看得如痴如醉 王凯在剧中饰演的顾南亭 是一位经验丰富的飞行员 而谭松韵饰演的程骁 则是一位初出茅庐的新人 两人在剧中 从最初的互不理解到逐渐的相互尊重 这一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 都被两位演员演绎的淋漓尽致 他们的表演既有张力 也有细腻的情感变化 使得他们的角色关系更加引人入胜 总而言之 相风而行是一部正能量 反响好评的剧 你期待第二部的播出吗 有年糟的散播 知识的曲 杨栋梁 谢谢大家